我希望你能给我留一点美好的东西 而你带给我的永远是无休无止的口强窥 给你叙叙叨叨地想一想 永远不要再来找我 你看看那些网络小说 靠点击率人家一年能挣几百万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你把作者的东西改得面目全非的 这以后人家就不得再投稿了 批判文学可以讲真话 但真话说的太多 是处理不讨好的事情 来 道人 道大人 有的人追求物质上的一席之地 有的人追求思想上的一席之地 有的人追求眼前的一席之地 有的人追求未来的一席之地 我的目标就是要在文学殿堂上 占有我自己的一席之地 你不是为了别人而活 要知道你自己要的事实 男人一辈子都是在做正名题 女人一辈子都是在做选择题 男人有时候会去做选择题 女人有时候也会做正名题 女人有时候会去做 神经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